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表示 社會已經有強烈共識 要求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 相信現時的草案內容可以平衡各方利益 我們將所有持份者放在一起 逼他們談談 就算不是百分百同意 都有一個主流 我們放了例如有立法會議員 學者、專業團體 地產商方面的代表 律師、策略師、建築師 所有有關的人對這件事關心 有建地的人都放在一起 所以談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很平衡 和很可行的一男子的建議 至於不採納加入建築面積的建議 鄭宇華指是為了避免引起混淆 又說即使是地產商提出司法覆核 他都有信心應對 建築面積本身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所以當你沒有統一定義的時候 又怎麼可以法例規管呢 因為市民就說你給我錯誤資訊 你要受罰的 這是違規的 還要刑事化 但如果一張假單 有一個假就是刑事化的 有一個假就是純粹參考 而這個建築面積一直以來 也引起很多混淆 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至於被問到有沒有特首候選人 邀請他加入下屆政府 鄭宇華就說 是否留任的問題 會先和家人獲得共識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 王嘉莉報導